美国慈济医疗团队在南加州的莱陀西小学办议诊 有300多位的民众来看诊 慈济志工要如何有效率的完成任务 分工合作把器材设备就定位 为了今天这场活动 每位志工可是做足准备 慈济议诊的好口碑 吸引将近300位民众前来看诊 还有民众从半夜两点就来排队 除了医护人员的事前准备 工作分配也再次确认 为了节省时间和人力 首次采用电脑作业增加看诊的流畅度 这一次议诊多了眼科的服务项目 在巡回车上也有现场配镜 当场取见的服务显得更贴心 眼科它本身有一些的这一个service 还有配眼镜给他们 这也是我们很新的服务 学区教委也特地前来参访 深入了解议诊流程 也商讨未来的合作方案 造福需要帮助的民众 刺激提供的医疗服务 刺激提供的医疗服务守护居民健康 更用爱心牵引越来越多人投入志工行列 大爱新闻 增上美志工胡卫勇 刘生平美国南加州报导 永远 小双 增上美国南加州 尾文